大家好,我們是水王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爭議不斷、收視卻履創新高的《哲人王后》 故事敘述、自信又風流的張鳳煥 在一場意外中,靈魂離開了躯體 穿越到一百多年前朝鮮王朝的王后荊昭蓉體內 然而宮廷內的鬥爭暗潮汹湧 在現代作為青瓦臺主廚的她 得要運用自己高超的廚藝 以及靈敏的政治嗅覺,想辦法在宮中存活下來 並且穿越回到自己的身體裡 《哲人王后》共有20集,每週播出兩集 預計在過年期間播出完結篇 是一個蠻適合在年節中一口氣追完的韓劇 其中穿越加上性轉的設定靈感 來自《太子妃》《生殖記》 但韓國的編劇從朝鮮歷史取材 重新打造角色和劇情 保留了原本把花心直男掰彎的賣點 從去年底開播至今瘋狂開車 收至節節升高 將原先的眾多爭議給遠遠地甩在車後了 而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爭議來自於改編朝鮮史詩 編導將19世紀中期知名的昏君哲宗 改寫成為一個武功高強、飽讀詩書 熱血又有報復的勵志青年 這個由愛的迫降 油條又深情的金正賢所飾演的哲宗 翻轉了史書的描述 刻意在朝廷裡 利用沉迷酒色、胸無大志的形象來保全實力 帶有朝一日推翻兩大外戚勢力 終結壓榨人民的政權 根據《Career Start Daily》的報導指出 《哲人王后》的兩位編劇 《普濟玉》和崔雅儀說 希望故事能夠 呈現人對人之間的理解和尊重 並且藉由翻轉這些禁忌、框架和偏見 能夠在不失自我下跨越禁忌的界限 就這樣的創作出發點 不僅賦予了哲宗全新的形象跟想像 同時也讓由深惠善所飾演 擁有男人靈魂女兒生的金昭蓉 完美呈現出一個自由奔放 不斷在錯誤中成長的複雜角色 而兩人陰錯陽差的相愛戲碼 更是成功地跨越了禁忌的界限 事實上在前面幾集 或許因為要確保穿越和性轉的娛樂效果 讓劇情走向一度變得太鬧 讓水某得想要棄聚 但隨著三條劇情線明朗化之後 就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寺的 讓《哲人王后》的太鬧變得畫龍點睛 走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這或許也是讓這齣韓劇 能夠不斷受到矚目的原因了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裡 我們將就有三條主要劇情線 根據真實歷史背景 來為你預測未來可能的劇情走向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 在所有穿越或靈魂交換的題材中 主人翁的首要任務就是回家了 也就是回到原本的時空或是身體裡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 意外發生的機制和關鍵的人事時地物 而這樣的解謎過程 通常也會貫穿整個故事 成為了娛樂性最高 也身負含義的一條劇情線 就像是張鳳煥 一開始是因為自己主持的國宴被陷害 在警方的追捕下 不小心掉入了自家的泳池中 從此陷入了昏迷狀態 而她的靈魂就進入了在古代 同樣掉入湖中的金昭蓉身上 於是想要穿越回現代的張鳳煥 就聯想到了水這個關鍵的穿越元素 於是她想盡辦法想要跳進井水、臉盆水 任何有水的地方 還想要利用廚藝來討好最高勢力代表 也就是大王大妃娘娘的歡欣 來重新灌滿湖水 然而投湖之後 張鳳煥還是無法回到現代 甚至在另一次的意外中 獲取了金昭蓉本人的回憶 讓她更加了解過往金昭蓉和丈夫哲宗的淵源 這些都讓張鳳煥下定決心要想辦法自保 於是她再度巴結大王大妃娘娘、大妃娘娘 甚至是全程、金左根來鞏固自己的往後地位 然而在第14集的《冰塊毒殺》事件之後 張鳳煥才終於理解 在宮中唯一可靠的對象 是真心愛護自己的人們 不管是小宮女檀香、崔上宮、紅蓮 甚至是一開始互相討厭的哲宗 才是自己應該要結盟的對象 而且下定決心 再也不要只想著遊戲人間 得要為了自己與所愛的人去奮力鬥爭才行 所以穿越時空的解謎任務反而被暫時擱置 預計要到接近聚中時才會慢慢揭曉了 在真實歷史上 張鳳煥穿越後沒多久所參加的冊封典禮 就是1851年 也就是哲宗繼位後兩年 但是再過12年 哲宗就會因病猝死在宮中,享年33歲 而且根據歷史記載 他的後代子嗣全都夭折 只有一個女兒活了下來 但也在十幾歲時就因病過世了 所以我們大膽猜測 在不脫離歷史的大框架下 編導應該會利用哲宗的猝死 來發想背後的各種可能性 搞不好是為了跟隨心愛的張鳳煥穿越到了未來 更回到現代的張鳳煥在一起了,也不無可能喔! 在前半部劇情裡,宮鬥戲碼分作三路 第一,是金家囂張滿恨的勢力在朝廷上作威作福 不僅擁有大王大妃在垂臉庭陣,弟弟金左根接掌兵權 更有金左根的弟弟金問根,將女兒推上王位之後成為了國舅 一家子霸占政權毫不風光! 第二,是以大妃娘娘為首的趙氏 兒子憲宗似乎死於大王大妃娘娘的手,一直引領著趙家人 在前朝與後宮和金家對抗 試圖奪回政權為兒子復仇 而最後一路則是以折宗為首,剩下沒幾個人的理事 被金家當作傀儡來操弄的折宗決定將計救濟 刻意營造無能的形象來自保,降低底人的戒心 並且暗中蒐集有金家貪污證據的帳本 希望能夠拉下金氏一族,重新整頓朝鎮 這本帳本在前14集裡是折宗決定大反攻的希望 同時也成為了在一旁伺機而動的趙氏一族 用來見縫插針的工具 使得三方在算計的過程中互相猜忌 卻又忌憚著彼此,增加了工鬥戲碼的複雜性 折宗驚險地在端午團拜的宴席上被迫露出真面目 但也因此成功地牽制了金家,取消了垂簾聽證 不僅如此,金家更是因為帳本和金交融的安危起了內訌 包含金左根、金問根、金秉仁 以及縱觀一切的大王大妃娘娘 隨著金左根主導的下毒事件失敗之後 折宗與王后決定結盟之下,劇情也進入了新一波的高潮 折宗王后的背景時空,取材自19世紀中期 朝鮮王朝末期的倒數第二個王,也就是折宗的當政時期 這個時候正值兩大外戚 安東京士與豐壤肇士的爭鬥越來越白熱化的時期 在歷史上,折宗本名李變 他的一家雖然是黃金國戚,但卻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 從他的爺爺開始,一家屢次被擁戴篡位失敗 成為了人人左臂的叛國賊 包含了大伯先失敗,炎炎跟父親都被流放到江華島 後來又爆發了新有迫害 奶奶跟伯母因為受洗成為天主教徒 在打壓天主教與西學的浪潮下,成為了被刺死的受害者 後來折宗的哥哥又再度被推舉為王失敗 同樣被殺,全家又再度被流放 也因此,折宗從小就沒有機會接受好的教育 需要靠勞力活才能夠謀生 於是在歷史上被描述成為一個低俗粗野的男子 然而在1849年憲宗逝世,在沒有子嗣繼承王位時 當時就在幕後甘政的金氏純元王后 也就是劇中的大王大妃娘娘,跟她的弟弟金左根 就將禮變接回,由娘娘垂簾聽政 將新王當作傀儡來操弄 然而在朝廷上另一股勢力 趙氏的神爭王后,也就是劇中大妃娘娘所屬的豐壤趙氏 與安東金氏勢不兩立 而這樣的競爭關係,不僅使得政局詭譎為定,在民間更是民不聊生 在歷史上,大王大妃娘娘會在1857年過世 也就是張鳳煥穿越後6年 而趙氏神爭王后就會被推主為大王大妃娘娘 金左根的權力也會漸漸示威 更會在1862年,也就是折宗死前一年,面臨農民起義 並因採取壓制手段而慘遭彈劾 在下一任新王,也就是高宗上位之後,金氏一族也將失事潰散 所以看來接下來的幾集裡,金左根還會囂張好一陣子 不知道最後他是會拜在唐帝金問根、楊子金秉仁 還是深情愛著紅蓮和紅蝶間的金環手上呢? 賈宗雖然武藝高強,心性堅定 唯一讓他恐懼的除了哥哥被殺的噩夢之外 就是小時候躲藏在井裡的記憶了 但也是在這個水井裡,讓當時的他遇見了思念母親 躲到井裡想要親身的小昭蓉 兩個傷心又無助的孩子在井中,試圖幫對方親身 但在那一刻,卻發現兩人都不想死 也因此昭蓉跟對方約定好,爬出井外之後 要帶著他的書來還他 但沒想到小折宗被金家大人們發現,把水井封住 還好有小昭蓉拉著堂哥金秉仁來打開井口 但當小折宗爬出井外時,見到的卻是模樣跟年紀 都跟昭蓉十分相似的小花針 也因此將書還給了花針,還與他成為了青梅竹馬 後來也把他帶入宮中,策封為怡萍了 這段童年時的淵源,在四個人長大之後成為了四角戀的起因 同樣思念母親的小折宗與小昭蓉 若不是因為家族分歧,兩人原本就相知相惜 而花針愛著跟他一起長大,專情於他的折宗 而金秉仁則是一直擔戀著堂妹昭蓉 於是趙花針和金秉仁就對越走越近的折宗跟中殿看不順眼 也屢次從旁計畫來離間兩人 有趣的是,沒有人知道折宗後來愛上的 卻是張鳳煥白的金昭蓉 因為金昭蓉的出身,讓折宗一開始就對中殿很提防 但在中殿多次不按牌理出牌,陰錯陽差的互動 以及低調幫助折宗端午宴會的事件之後 折宗確認了自己對中殿不再只是抱著愧疚之意,而是愛慕的心意 仔細想想,編導鋪陳折宗愛上張鳳煥版的金昭蓉 好像還蠻合理的 因為折宗從小就頂著叛國賊的身份長大 家人要嘛不是被殺,就是流放 自己也已經很習慣在粗眼、匱乏的生活中成長了 等到入宮之後,他是壓抑著扮演著傀儡草包的角色 自然而然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總是擔心受怕、內心嚮往自由的男子 於是當他發現中殿在落水之後性情大變 變成了一個肆無忌憚、奔放大膽的女子之後 就對他越來越好奇與嚮往了 人們都會在別人身上找尋自己缺乏的特質 以及可以彼此理解的認同感 於是當他被中殿責怪自己強欺弱、大欺小 不僅讓他開始同理這個敵對的金家人 在為難之時還被中殿秘密守護 不難想像哲宗為什麼會不顧一切的告白了 至於大直男張鳳煥會從調戲宮女、挑逗趙花貞、興高采烈的選妃 突然轉性愛上哲宗這一點來看,就比較離奇一點了 一開始張鳳煥在不知道哲宗的秘密時,絕對是瞧不起對方的 因為他知道哲宗是一個沒有實權的昏君 所以把所有心力都放在巴結金家長輩身上 然而在幾次親眼見到哲宗被無理欺壓 但事實上卻是個有理想的青年時 就應該漸漸對哲宗產生了友誼跟同情感了 但至於讓他愛上哲宗的關鍵轉折 是端午宴會的爆炸意外,還是隨之而來兩人的初次親密關係 亦或是一路以來跟對方的打打鬧鬧就不得而知了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在最新一集的更新裡,張鳳煥終於決定跟哲宗結盟 在前朝後宮中分工合作 相信有了共同的敵人目標,會讓這對冤家變得更加恩愛喔! 對了,在歷史上哲宗其實是在20歲時,娶了14歲的昭榮 在過了7年之後兩人生下一個兒子,但沒過幾個月就夭折了 幾年後哲宗年僅33歲就猝死了 而昭榮則比哲宗再多活了十幾年 不過我們猜測,哲宗死去之後 活下來的終殿應該就是原本的金昭榮 而張鳳煥應該已經在現代和哲宗長相廝守了喔!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是不是更加期待看到哲人王后的精彩結局了呢? 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聽我們聊更多的哲人王后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